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动增添小龙年热闹气氛并弘扬彰彰书法艺术 我们彰化有很深厚的文化理运造就了无数的艺术文化的人才 在书法更是文化中的精华文化中的基础 所以我们彰化有很多杰出优秀的书法大师 我们今天很难得能够邀请他们来 共同的辉豪迎新春贺新年 彰化非常的重视书法的教育 我们希望书法文化的精髓能够扎根基层 普遍推广 所以我们在彰化县呢 每一所中小学至少呢 每个礼拜有一节书法课的课程 有这个书法课的课程呢 让我们的同学可以从学习书法中得到定静安律德的功夫 能够写了一首好字 能够增加自己的信心 也能够达到修身养性的一个效果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书法教育的推广 一共有22位的老师在现场辉豪 只要是能够将辉豪的春年 赠送给我们一般的民众 来免费所取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也受到大众的肯定 精彩文化尽在彰化 书法是文化的精华 藉由新春辉豪象征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 主县长并与书法家写下 望蛇成龙福运彰化八字 我们希望呢今年的这个 新的一年呢 大家都能够万事兴旺 我们彰化县的县政啊 可以推动兴旺 那我们彰化呢 能够人丁兴旺 能够解决我们人口老化的问题 那我们也祝福我们 台湾的国运能够兴旺 让我们台湾呢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 更强的经济活力 让家家夫妇呢 都能够平安幸福 所以写了这个旺子 祝福大家 新年大家都旺旺兴旺 现场除了洋溢年节气氛 也让民众体会到传统书法艺术之美 如同一场书法艺术饗宴 公益频道林俊明 张华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